穿著後外套 穿著傘 路上行人來來往往 北台灣天氣濕濕冷冷好幾天 還好週末東北季風長減弱 這波東北季風將會減弱 所以可以看到各地的氣溫 尤其是北台灣 溫度回升的幅度就相當的明顯 預計明天北台灣的高溫 也可以回升到25到27度左右 不過好天氣沒有持續太久 接下來又要變天 週日開始到下週二 東北季風增強 冷空氣報導 北部東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 週四第二波冷空氣接力 降雨範圍強度都差不多 東北季風增強之後 水氣也開始增加 在北部東半部降雨的情況 也會再逐漸的增加 冷空氣一波波 冬天真的要來了嗎 氣象局長正名點 一號晚間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北極上空的急窩分裂成 兩個次中心 有高機率激發波數三成長 就是三個急窩 以往經驗 這時候臺灣民眾 周會冷得有感 也讓證明點認為 兩週有望正式入冬 急窩的話 它顯示的是一個北方的冷空氣 那隨著整個急窩 它的形狀的變化 那會帶來一波一波冷空氣南下 然後來到比較低緯度 像是臺灣附近 基本上到了現在十二月 除入冬之後這個季節 北方冷空氣本來就會一波一波 逐漸南下 而且持續來到十二月 冷空氣一波波接力報導 背好大衣外套一起迎接 冬天到來 快樂新聞朋友 這張大陸台報導 在這張大陸台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